嘿 那其實明天是我的放假 我已經連續18天沒有放假 那就是明天 觀光客只有100多人 那就是剛好可以放假這樣 然後我決定要 坐公車 就是 我想說要坐7點45分的 還是要坐 9點25分的這樣子 看得到嗎 應該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叫做 城海峽 城海峽的地方 然後就是 去這邊看完風景之後 然後走這個 走這個 8小時的 那個 路線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明天要爬山 那就是要準備東西 那就是我買了這一袋 給大家看一下要買了什麼 麵包 那就是 因為 我買了這些東西 就是 就是 只到今天 那就是 所以就是 只有只要80塊 對 一樣 80塊 嗯 80塊 為什麼這個要100塊 嗯 100塊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比較貴 它就是 只吃麵包 就是有點 運膩的耶 那就是 為我買 餅乾 巧克力 對 那 那 這個巧克力是為了 補充體力 讓熱量提高一點 那就才不會 掛在山上這樣 小雷神 兩 兩塊 對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那就是我明天要登山的準備 就是 就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這樣 那我會帶著我的運動相機去 去玩的這樣 對 那就是盡情期待 對 而今天 如果 說 對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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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